2018年国剧盛典可以说是宽点十足啊 无论是被邀请的嘉宾正容还是盛典的内容都挺让人感兴趣的 而其中国剧盛典的红毯就充满了宽点 因为今年前后两位令飞都参加了国剧盛典的走秀 感觉国剧盛典也是真的很逗了 节目组邀请了严席攻略的女主金言 也就是剧中令飞的扮演者 而同时他们还邀请了曾经海珠格格里最经典的令飞扮演者赵丽娟 一下子让大家看到了省西的一幕 那就是两大令飞通框了 这应该是这么多年里两大最具有流量的令飞了 海珠格格的经典无庸置疑 甚至可以说早期人们对于令飞的印象都来自海珠格格 提到令飞必然想起的是赵丽娟的脸 而演习攻略作为大暴剧 今年将令飞这个角色当作主角拍 成功改变了大家对令飞的认知 让大家发现原来令飞还可以是这样一个不那么温柔的角色 两大令飞同时参加活动 当然少不了比较了 吴吉年这次走红毯穿了衣袭白色的连衣裙 必须说年轻女孩子就是抗动啊 最近全国温度都特别低 而吴吉年还是选择了一条干活的优雅连衣裙走红毯 在红毯亮相的时候就连网游都替她打寒颤呢 不过吴吉年这身装树显得整个人特别优雅 就像是甜美的小公主 加上身材苗条穿小裙子的时候气质很好 而另一位令飞赵丽娟就实在多了 估计也是年纪大了那部助函 她穿了厚厚的大衣还有一条简约的围巾 整体穿搭都特别暖和 披肩长发配上标准的令飞是温柔微笑 感觉一下子看到曾经的令飞走到了台上 不过令飞的装扮则被网友调侃过于真实 因为红毯太冷就直接穿着大衣过来了 也不在意自己这样会不会被吉他女性逼下去 只要自己暖暖乎乎的就够了 哈哈 但是这样的装扮让网友觉得不用为她冷不冷操心了 而多年未见 当年的令飞好像除了老了一点 真的没有什么变化呢 就连笑容都有曾经温柔的感觉 不过这两大令飞红毯对比起来 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的 果然一个新秀一个已经是老艺术家了 无几年能够穿着小衣服顶着寒风走红毯 而赵丽娟却更加注重自己身体的保养 年龄才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差距吧 其他方面一个年轻朝气一个温柔大方 好像没什么差距呢 要说时尚军一年中最瞩目的盛惠泽 飞四大时装周目属 许多明星摩拳或或都特意精心准备到时装周展现自己最耀眼的风采 此次亮相巴黎时装周的女性似乎都有一个特点 大多都是后宫团 也就是说他们大多出演过青庄剧 并在其中饰演过格格娘娘贵妃等角色 譬如凭借演喜攻略大伙的无几年与蛇师们 他们两人一同相伴到时装周看秀 这也是无几年首次亮相时装周 有着无刀工地的无几年身穿黑色性感透视长裙 似乎有一点淑女的气质 无几年仿佛还沉浸在弓斗戏中无可自拔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顽皮表示 自己穿着这一身黑色洋装装去古代的话 感觉可以战无不胜呢 看来无几年还是把自己当成了微音乐 入戏太深 一旁的贤妃养养蛇师们就淡定许多 虽然往年蛇师曼很少来时装周看秀 但他仿佛秀长的出客一样 极其淡定 娘娘在拍照也笑得很从容随和 蛇师曼凭借演喜攻略让自己的事业再度飘红 此次他来时装周就是为以后多增加一些时装代言大基础 要说鸡公斗戏怎么能少了 还出格格这个鼻祖 菱形如身穿白色类丝长款 连衣群惊艳亮眼已经当妈妈的她眼睛一点也没争 林兴如虽然之前被喷衣把年纪寒眼少女沉浸在丫头戏中不可自拔 但亮相巴黎时装周的林兴如以衣袭白衣连衣群亮相 恍乎是全场的女王 同样亮相时装周的面含有在甄嬛传中饰演女主角甄嬛妹妹的虚禄 虚禄是在场女性年纪中最小的 因此她没有格外将自己网成熟风大胆 反而穿着与年龄相符的简单黑色长裙 头戴被雷帽显得十分清诚 有女星的地方就免不了被比美 所以当林兴如无情言 蛇师曼与虚禄站在一起时 免不了被网友评头论足 此次舆论医料其中的都在夸奖林兴如 有网友表示 这次格格赢了娘娘还有网友点赞林兴如全场最美 撑不吹不黑林兴如的确气场全开全场最美 杠针 林兴如当天的确衣着满风 即便未修都曝光后 她虽然不及今修照那么光彩照人 但总的来说没有失真 此次林兴如心态很好 她此行并不是专门来参加时装周 而是带女儿度假参加好友慌力的 所以林兴如无心插溜柳成音 随便衣穿反而全场最美 其实这几年林兴如路人缘不太好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她现在几乎不结丫头戏了 大多时间都在家陪伴女儿享受亲自时光 其实这样未尝不好 女星到一定年龄后就要免临转型 否则只能在妈妈戏中打转 林兴如不想饰演妈妈角色 又因为出演太多嫩角色被网游入屁 不敢再轻易尝试丫头戏 所以不如轻松接点代言 在家带娃来的书星 看来她的确是想开了 你们说对啊 不用小编说大家也知道 演戏攻略这部剧带火了不少的演员 其中不乏秦兰 猎人以及蛇诗曼 这些曾经就很火的演员 当然还有出道了很多年一直不过的吴景言 也因为这部剧的热播而迅速跃距于国内一二线 近日巴黎时装周正在火热举办中 而每年巴黎时装周的举办 最不缺的就是有个落女明星去现场看秀 也造就了平时难得一级的女明星同框 而享誉国际的巴黎时装周 自然也少不了中国的女明星 但是演戏攻略这部剧 前前后后就有秦兰 蛇诗曼 无极年三姐妹前举赴冤 虽然秦兰比蛇诗曼 无极年提前去没有了与蛇诗曼 无极年同框的画面 但是蛇诗曼 无极年姐妹二人看的秀都差不多 在现场拍到她们的同框照也有很多 在现场她们二人也分别接受了来自媒体的采访 阿蛇在采访的时候 全程笑意盈盈的在向媒体诉说着 而无极年就在她的旁边 让人注意到的最明显的就是她的红尘和眉毛 而轮到无极年接受采访事时 抢眼的却是阿蛇 她可能也想到镜头会捕捉到她 全程一直在微笑的看着秀 虽然没有看向镜头 但却有一种镜头的主角是她一样 当天子卫格格林兴如 也因为要来朋友人的场子要受邀来到现场 很巧的是她也与玄飞蛇失漫 令飞无极年来了个隔空同框 肢贱林兴如当天也是画着一个精致的妆容 穿着一条修身的白色连衣裙 外搭一件白色的外套 看上去优雅而又不是高贵 而无极年则是走保守中国风 全身就穿了一身黑色的连衣裙 很有复古的感觉 阿蛇当天则是穿了一件红色条纹的毛衣 搭一件黑色的长裙 淡淡的妆容加上干练的期间短发 使她看上去干净清爽 可以说两位娘娘与格格东框实处难见 然而更为难的的是 这次甄嬛穿的的余老徐璐也参加了巴黎时装周 几个人坐在一起更是一道风景 而徐璐当天也是以一条黑色的连衣裙现身 只不过她的连衣裙比较偏日寒 而且是无袖的 四个人坐在一起 真的是穿的春夏秋冬都极其了 但是从整体上看 还是格格林兴如最为显眼 最近拉开序幕的巴黎时装周 创造了不少经典的女明星同框 这天一场下资成的大秀 让还诸格格与言喜攻略 以及甄嬛船正式碰头 这样的演员阵容 如果能够拍一部电视剧 相信也会是经典 左起 蛇诗慢 吴景妍 林兴如 以及甄嬛船中的余老虚路 吴景妍这一生展现了东方美 她接受访问时笑颜 穿着这一套黑色洋装去公斗 感觉战无不胜 林兴如则以白色套装上阵 展示高贵优雅的风采 戏场全开 原来 林兴如此趟 巴黎行主要是参加好友婚礼 也是她与妈妈两人之间 久违的母女假期 期间刚好碰上下资大秀 她亦不容辞 要来等设计师好友的场子 言喜攻略播出之后 剧中几位女主角 秦兰 吴景妍 及蛇诗曼 都大受观众欢迎 最近的时装周 她们三个轮流出席 而这次到巴黎 蛇诗曼与吴景妍多次通常看秀 两人热聊不断 不过 鼻气零星如无几年两人 蛇诗曼这次的造型